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船上人被感染都有 军舰的位置据说还是公用的 军舰的吃饭的地方其实又比较狭窄 美军11艘航母中就有4艘航母有确诊 其中罗斯福号确诊人数更高达669人 根据国外军舰感染经验 恐怕将会有4成官兵有机会确诊 也就是说磐石舰上377人 至少150名官兵可能染病 目前推算发病者在3月21号 指挥中心推测不止一波感染 这11天都不报告个案也不代表没问题 因为可能出现的感染者 其实是轻症或无症状 然后你如果只做疫调 不把它做血清检测 你是无法知道哪些人被感染 哪些人不被感染的 潘石舰24人感染确诊 就有7人是无症状 医师也呼吁感染后 平均两周后会产生抗体 再加上14天的抗体产生时间 建议官兵监测期应该延长到28天 三岁后客压光学与台北大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